娘 报仇的机会来了 你们等着我 您大人 还在 刘大人还没到 还没有 按理说他该到了 皇上再次进乡 任何人不得入队 我一定折斩 快点 快点 好 走 跟上 知道 干什么 滚 有刺客 好 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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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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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什么事了 有人刺杀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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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皇上 快护驾 十衙 files 快护驾 攻 来 女的 女的 啊 护驾 你这里装的是什么样 全是学问 学问 你这不能轻点 我没使劲 知道疼了吧 该是让你盛能耐的 我告诉你 那个小丫头片子分量算轻的 要不然弄把你这锣锅子给砸直了 你 我什么我 你跟我喊什么 我这还给你揉着呢 有本事 你也去救驾 你就不能温柔点 温柔 你怎么会有啊 行啊 这样 怎么样啊 舒服了吧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人对朕行刺 刘大人 臣在 你身为刑部尚书 关键时刻不在朕的身边 朕想知道 你到哪儿去了 最近京城 丝绸价格暴涨 这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的安定 臣正在查办 你的意思是说 老百姓能否穿得起丝绸 比朕的性命更重要吗 臣不敢 尹大人 臣在 既查凶手之事 由你来查办 有什么消息 速向朕禀报 臣一定竭尽全力 好 各位爱卿 在安国寺 高喊护驾的是谁啊 回皇上 是西安官学弟子 名叫和珅 和珅 正是 和珅护驾有功 和珅 正在如何保护他啊 按理说 和珅理应诚心市职 三等轻车都位 那就让他 做朕的御前侍卫吧 臣代和珅 谢主龙门 退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学门生和珅 安国寺护驾有功 被钦点为御前侍卫 即日进宫 钦此 谢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学堂下课 和珅留下 走吧 走 多谢英大人提携栽培 晚生定下全马之劳 以谢英大人知语之恩 请起 请起 知语之恩 谈不上 你护驾有功 也算是你的造化 以后你也是皇上身边的人了 咱们彼此应该多多的照应 英大人乃当朝重臣 以后也只有您照顾晚生的份了 英大人请在皇上面前为晚生多多美言几句 好说 英大人就是晚生的再生父母 以后 以后就让晚生去死 晚生也绝不会说半个不字 和珅 你今年有二十了吧 还没有家世吧 晚生功名利禄 无一所得 何敢奢谈婚嫁 好 我终于熬出头了 我要当御前侍卫了 来 李公公 奴太太 将朕的放大镜给朕 这行注朕看不清楚 众教化 修文德 以怀仁 不然则分崩离析 祸起萧强 此乃圣人之谷训也 何人说话 咸安官悬门生和珅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英连叩见皇上 英大人 这就是你向朕推荐的御前侍卫吧 正是 和珅呢 奴才在 这里面的注释 你都能背下来 回皇上 和珅强计硬背 不求甚解 如此贤能 更理应重用啊 这样吧 从今天起 你就总管仪仗吧 也得替朕 教化一下这些侍从 和珅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可是呢 老夫膝下无子 只有一个干女儿 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呢 小女名叫月瑶 品貌长相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英大人能够成为晚生的岳父大人 则是晚生之大姓 请起 好 那我就自作主张 把岳瑶许配给你 不过娶我的女儿 得体面一点才行啊 否则的话 你让我这东阁大学士的脸往哪放啊 这 李品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明天叫几个人抬到我的府上 你与月瑶尽快完婚 一切听从英大人安排 皇阿玛怎么还不来呢 到底有什么大事啊 看把你急的 大事儿 你一个小孩子家 会有什么大事啊 皇上驾到 皇阿玛 给皇阿娘请安 奴才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你可回来了 哥哥都等你半天了 说是有什么大事要和你商量呢 啊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皇阿玛 您可曾见过满背金轮之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皇阿玛只见过满腹金轮之人 这满背金轮之人嘛 哈哈哈哈 没见过 所以呀 孩儿想让您记事件事 哎 呦 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看看 那你让皇阿玛看什么呀 可是孩儿见过此人 他的背鼓鼓的 我问他这里都是些什么呀 他说都是学问呢 哎 你说的 是不是在安国寺救你的那个小锣锅啊 哎 就是就是 哈哈哈哈 皇阿玛 他救了我 您还没赏赐呢 好好好 你把这个小锣锅找到 带到皇阿玛这儿来 朕要重赏他 嗯 哎 对了 和珅 你不是认识那个满背金轮之人吗 嗯 这个 想什么呢 快啊 啊 回哥哥 奴才是认识他 可是 也就是认识而已 并不知道 他的家住在哪儿 嗯 看看 都叫你给宠坏了 哈哈哈哈